嗨 大家好 又到了星期日晚的時候 我試了很久 我還是不懂 沒有天份就是沒有天份 我是沒有辦法用到這個YouTube Live 是很複雜 他要我下載我不知道多少個軟件 我已經下載了 但是我真的搞不定 有沒有聽眾進來 沒有人 我要先等下 我先等你們進來 今天我們會說 很多人都關心 關於生和飲食 很多人都想瘦 針對癌症的不是沒有 也有的 或者針對糖尿病 也沒有說的 但是想瘦的反而是大部分人 但是有些人瘦得很多 我剛剛見到有一個 朋友 一個女生 她是美少女一樣 但她的年紀其實不是美少女 但她看來就是美少女 她瘦了19磅 非常成功瘦得很多 但有些人 例如她的先生 就沒有瘦得那麼多 那為什麼呢 那不是大家 吃的東西差不多 大家都是生和飲食 但為什麼她的效果比我好呢 那今集我們會講這個題目 好嗎 我們等聽眾進來 Hello Auntie Jerry 你好 到了的人 出聲 讓我知道你來了 好嗎 是的 等等 等著大家 Hello 看到人了 好棒 OK 那就是Auntie Jerry Candy Chan Sing Wong Mavis Wong Soui Chao Adrian Lee 對了 今集說什麼 剛剛介紹了 我們今集會講 為什麼大家都是生和飲食 但有些人就會瘦得那麼快 有些人就反而不太瘦 OK 這個呢 Hi Kenny Hello Kathra Kathrin 接著呢 就 Lo Chong Y WM Sa Hei Sui Leon Edward Ng Jessica Chan Sung Zhang Daniel Wong Alpha Ho OK 好了 HiHi HiValue 對了 最近不見了你 最近去哪裡 OK 人 現在五十幾個 我想我們可以開始了 對嗎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 遲了進來的人 就沒辦法了 你們就重溫了 好嗎 對了 為什麼呢 有些人受得多 有些人受得少 我最近挺有趣的 因為你知道我做飲食 有些聽眾就走過來我那裡吃東西 就說 喂 我想跟你聊天啊 我想 就是 了解多一點啊 我就說 好好好 你就來吧 他說你不可以煮Keto給我 我自己就吃那些東西 沒問題 沒問題 OK 就來聊天 有一晚 就有 Let me think 我看一張照片 記性 就是一半半 Let me take a look 那晚就有成 六個女孩子 剛開始是五個 學來變了六個 我的貓在哪裡 我兒子在地上 是不是想我拐他上來 但他走了 是聽眾來的 聽眾的朋友 我上一集提過那個瑜伽老師 他也是其中一個 來了 那天我看到他 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他臉好很多 就是玫瑰座瘡 好很多 我那天以為 他是不是因為吃飯 所以化了妝 原來他沒有化妝 因為我為什麼會以為他化妝 因為他沒有那麼紅 原來他沒有化妝 但那些紅退了很多 還有少少的粒粒 但你覺得 好像一般的女孩子 有酒米 已經沒有什麼 另外有幾個她的學生 Happen to be 是聽眾來的 所以上來 聊完一輪之後 我忙完 那天有很多人 忙完之後 我就坐在跟他們聊 所以我發現 他們每個人 的情況都不同 正如 正如每個 剛才我說 我今晚看到那個 她老公和老婆 老婆瘦了19磅 但她老婆便說 我沒有什麼受到 為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會 專題講這些 為何 有些人會受得快 有些人會受得慢 還有 你怎樣去 去維修 解決 去 去 新陳代謝 即是你的 新陳代謝 我們的新陳代謝 很多都已經壞了 這是一個 很不好的消息 但真的 是一個事實 就是很多在座 在聽著 如果你說 我瘦了 但我瘦得很快 好事 因為你的 健康 還是相當健康 對了 但是 有些人 就不是 包括我自己 本人也是 我並沒有瘦到 19磅 我沒有 我瘦了 我想 十 十 十二 三 至十五 六 所以 為什麼 今天我看到 那位 瘦了 19磅 而有些人不行 今天會專門講這些 Sidney Lynn 問 Kill the diet is very good but I do not understand 你的餐廳 man you provide two desserts per meal 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會說 two desserts 現在是這樣 還是以前是這樣 以前有一段時間 是的 因為想一個 冷的 Ice Dessert 然後再加一個 是 暖的 或者是 室溫的 就是脆皮 這樣 這個是 市場主導 那些人喜歡 但是我冬天開始 去年 我想十十一月開始 就已經CUT了 因為冷 我就沒有了 Ice Dessert OK 對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講 好嗎 看看有沒有人有問題 先 Sidney Lynn Sidney Lynn 請問聲稱 全蔬菜意粉 信不信得過 不信得過 絕對信不過 你要想想 它一定有一個binding agent 就是把東西 黏在一起 那個binding agent是什麼 就是Guten Guten 就是小麥的膚質 絕對不要信得過 它裡面加了蔬菜 Yes probably 但是 不會是單純的 是的 只有蔬菜 Rei Ng 就說 他三個禮拜 就瘦了6kg Iru Iru 就說 他瘦了10磅 暫時 沒有說多久 OK 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講 首先就是 那我們一定要吃東西 我不管你生同不生同 那你也要吃東西 那我們就要明白 到底Food 食物這個字 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那一般的人呢 就會是 OK 肚餓就是吃東西 那想吃些什麼 就吃些什麼 你不會經過太多的思考 你不會想清楚 OK 這一碟東西裡面 是有些什麼 我現在 今時今日的我 I look at food very differently 我跟我以前看不同 我發覺我以前 都會有不同的階段 譬如說 我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就會 哎 這個 食菜肉絲炒麵 吃些脆脆脆的東西 這個是壓力主導的飲食 往往就會是出事的飲食 OK 那另一種出事的飲食就是 你經常都要出街 跟別人應酬 那這一種都會大鑊的 因為 我們也解釋過 就是說 出街吃飯 不是外面的東西 很不好吃 那一定正常好吃 在家裡 不然你要餵什麼 出街吃 但是大鑊的地方 就是 那些油呢 我說得出 除了 這個 Rubuchon 和我呢 我很肯定是用牛油 煮東西之外 大部分的餐廳都不是 都會用一些 我們所說的 是partially 或者是 完全是hydrogenated 就是 上一集提過的 它會在那個 不穩定的植物油裡面 打出一個輕的粒子下去 務求令到它穩定 那令到它穩定 就是怎樣 起碼它不會有一味 你明白嗎 就是不會說 那個客人一聞到 就這樣 立即不買 立即退錢 所以他們就會 做這個步驟 我發覺 我們這裡 聽眾真是鵝苦叢瓏 有些很厲害的聽眾 我想開回 現在已經開到youtube了 我想說 開到 我想看回上一集 有個聽眾 他流了幾次言 都很刺激的 你會發覺它是 很厲害的 他講了什麼 我讀給大家聽 我順便拿了 自由出來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讓大家理解 好嗎 稍等我一會 在開 OK 先留言 好嗎 我會看的 這樣 Ricky 我沒有記錯 Ricky Yuen Ricky Yuen 我很好奇 我想知道你的職業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 膽生無地 我很害怕 有醫生 說我想約你出來聊 我想Keto diet 但我不知道怎樣Keto diet 我就說 你會不會找我 你會不會嚇死我 我不敢跟你說 我說我要帶我的Sanex 就是我的Chill pill 我才會想出來 但 我經常都會罵醫生 但其實醫生有些是很開放的 也有一些是他很在自己的世界裡 他本身叫做訓練 他就不肯接受外來的事 不肯聽 但是我也說過 其實Keto diet 不是什麼 突然之間 你說什麼South Beach diet 或者什麼奇怪的東西 或者新興的東西 其實他存在接近一百年 而一百年裡面 反覆驗證很多人 包括BBC 有一個主持 他剛剛做了這樣的一個 Documentary 我會放上生同飲食 生同感受的Page 給大家看 OK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Fat V Carbs With Jamie Owen 簡單來說 Fat vs Carbs 他就是一個肥佬 肥佬佬 他就想聽到有這件事 又吃牛油 可以瘦 他就做了這個三個禮拜的實驗 當然他中間也有困收不同的醫療 專業人士的意見 你們可以看看 我可以放上去 給大家做參考 好嗎 我現在拿我的自由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等等 好嗎 ен OK 好了 我們要提到油這件事 因為很簡單 其實Kelogenics家人是離不開油這件事 你需要大量的油脂 大量到什麼地步呢 大量到其實 你說我是不是餐身飲油呢 那又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你真正的能源 來自於什麼 就是來自於油 我們靠脂肪而不再靠糖 那你這樣做你會有什麼好處 好的反應呢 就是你會有多很多能量 像我現在這樣 因為我已經全面的脂肪 adapt了 脂肪 adapt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整個身體裡面的細胞 每一個細胞都是一個工廠 每一個工廠都已經適應了 他知道轉了老闆了 就是以前的老闆叫葡萄糖 現在的老闆叫脂肪 他已經知道了 換了手了 明白了 我發覺現在的老闆比以前的老闆好 以前的老闆呢 三不五時呢 都會餓一下他 折磨一下他 然後令到他身體不舒服 我現在沒有啊 現在的老闆相當好 很穩定的 脂肪 我現在的老闆相當好 沒有錯那些了 OK 好了 這樣就這樣了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我可以Block Fast 我三天 我接下來呢 8月1號開始 我打算七天 嘗試一個七天的Block Fast 這七天裡面 你說我是不是直接喝水 我又不是 我會做什麼呢 我會喝骨湯 這個呢 我都會說的 我說的比較輕鬆 而且如果我忘了自己說的什麼的話 請你們提一提我 好嗎 是的 嘩 Sophia你收了21kg 厲害 你真厲害 我真的沒有你收了那麼多 但我稍後會猜為什麼 為什麼有些人收得多 有些人收得少 OK 好了 在我身後 大家看不見到 這個鍋 我忘記了它有多少kg的鍋 多少Lit Sorry 多少Lit OK 即是多少公升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現在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煲骨湯 11kg不是21kg OK 一個Sophia 這瓶剩下是11不是21 因為你21的話 我請你上來做嘉賓 我想你分享你的心得給我聽 OK 這個鍋呢 如果是做生同飲食的人 或者你想自己皮膚好 關節好 還有你想你的腸胃吸收得好些 中醫就說腎先天之本 但是後天之緣是什麼呢 是脾胃 因為你靠你的脾胃去吸收 那好了 其實想怎樣 我可能覺得再斜點 OK 讓大家看得到 好了 那你怎樣是一個很好的Supplement 你看回 由四千多年前 古埃及 就已經是有紀錄 他們是有文猿 是用這個骨湯 去作為一個醫藥的 那今時今日我們經常說 是買煤頭要搭舊豬骨 真正的寶貝是那個豬骨 而不是那個煤頭 是的 那我經常說 我們生同飲食 最大的錯誤 往往就是吃太多的蛋白質 你們會很驚訝 如果我告訴你 其實你們吃得多很多 所以你們不是真的能夠 一直在一個好的生同狀態 原因是為什麼受得不多 其中一個就是蛋白質 吃得太多 但是話說回頭 每一個生同飲食的人 都應該做一件事 就是 好像這樣 我會用電子煲的 為什麼用電子煲呢 因為你需要很長時間 去熬骨湯 那我會怎樣做 有些人就叫我 你開烹飪班 你教大家怎樣做一些食物 我現在在籌早 正如我就說 我做了蔬菜包 還有這個叫做 Keto Starts a Kid 如果要的人 我會出一個post 麻煩你在下面留言 好嗎 不要東流一些西流一些 因為東流一些西流一些 我是會看漏 我看不到你們 然後就會不見了 因為沒有一件事 所以拜託幫我一個忙 我出一個post的時候 那個post在裡面 你直接在那裡回應 我就會見到你了 好嗎 OK 我現在又很分心地做一些留言 我又不太懂得看 怎樣看之前的留言 OK 好了 可以 這個呢 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 你 你 你拿到一個鍋 你開了它 開了電子 之後呢 你就加這個 Refined Coconut Oil OK 或者你可以牛油果油都可以 為什麼你說兩個都可以呢 因為你不會真的很高熱 第一它是電的 第二就是 很快你會明白 其實我不是要它 煎炸 所以很長時間 去令它處於一個很高的溫度 我就是 倒了些油下去 and again 油是你的朋友 你不用太害怕 不用說我倒一茶匙就算了 即是倒了 油膩膩不怕 OK 接著你會加什麼呢 加胡椒粉 不是胡椒粒 如果你說我是很fancy的 我喜歡講究一點 你可以胡椒粒 打散它 變成胡椒粉 你加下去 然後再加薑黃粉 你記住 薑黃和胡椒粉 是兩兄弟來的 是潛狼年體嬰 你不可以分開它們 你分開它們 它們就沒有用了 你真的吸收不了 因為薑黃 即我們叫Turmeric Turmeric就是黃薑 有效成分叫做Curcumin 叫做薑黃素 但是薑黃素 被身體的吸收率低到你不相信 是直接進不了 但是要靠Biopurine Biopurine就是胡椒素才能夠吸收 所以其實印度人都很厲害 因為它們煮隔離的時候 是必定兩種會一起加的 而且它還會用精煉牛油 我們上一集也有說過 精煉牛油 就是將牛油裡面的蛋白質 以及其餘的成分 拿走了 就留在純粹脂肪的那一部分 你想想印度人 其實印度人是健康的 只要你可以撇開那些包 像麵糕和麵糊 好了 我們先煮熱鍋 加一些油 然後再加胡椒粉和薑黃 這樣炒 然後看你想不想 喜不喜歡蔬菜 如果你說這個湯會比較好吃 你可以加洋蔥 但不要加太多 洋蔥的糖分其實相當高 切碎之後加下去 再加紅蘿蔔 再加西芹 如果你要加的話 不加的話 不要緊 這樣就不需要了 這樣就可以直接下水了 冷水 直接下冷水 接著就下骨 懂得煮湯的人 其實是冷水下鍋的 大家知道 那些人就會問 需不需要飛水 看你自己個人 我就不飛 我就直接冷水下鍋 接著就要煮它很長時間 為什麼要煮它很長時間呢 我們是想把骨頭裡面的礦物質 包括我們需要的電解質 把它全面釋放出來 OK 裡面包括了什麼 你知道骨頭周邊是軟組織的 例如軟骨 ligaments 筋膜 那些 其實裡面有很多膠質 很多膠原蛋白 透明質酸 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現在 皮膚一般 我的貓跳了上桌 螢幕一會兒 如果你說 不是 我覺得我現在 皮膚一般 狀態一般 然後我又好像 我很想試 我想試 一個全斷食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 煮一鍋 好像我在這裡 不知道多少厘米 可能10厘米 15厘米 我可以裝到幾支 我就會裝完幾支 直接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然後每天拿一支出來 你喜歡煮熱它 如果你好像我那個癌症患 癌症患癌症患癌 你不需要花錢買太多的電解質 因為這些骨頭裡 大量的礦物質 包括電解質 膠質 對你的皮膚也好 對你的關節也好 對你的細胞各方面也好 裡面有很多好的脂肪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想和你們分享的概念 你說你裡面可以用什麼骨頭 例如你吃牛骨也可以 牛骨也可以 豬骨也可以 雞架 我們叫做雞殼 例如你吃了一隻焗雞 家製了一隻焗雞 這樣很好吃 焗雞之後 那副骨就不要丟 因為那副骨是補 有兩三隻焗雞 一隻焗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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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薑黃是否在超市買的薑黃粉 沒錯 當然你可以吃薑黃粉 我也有吃薑黃粉 另外煲湯的時候 我會再做這件事 因為薑黃是有效成分 透過食物加上油脂和胡椒粉 三樣東西最好吸收 你看到的東西還會加什麼 例如會加蒜 蒜加進去也是一個很一流的組合 這四樣東西 我另外想分享一些小提示給大家 今天就分享了 我下一集會再分享 每一集都分享一些小提示給大家 好嗎 大家常見到我 經常喝Code Zero 很多人都很關心 第一 就是解釋一下 Code Zero 其實裡面是沒有糖粉 它裡面用的東西叫Splendor Splendor就是trade name 就是雙標 它裡面就是Sucralose Sucralose是其中一種chemical的代糖 現在我知道可可樂出了一種Stevia的代糖 我沒試過 我都可以去扮一下去看看 我上次一試看 它不是全Stevia的 它是有加其他東西的 所以就再看看 Daddy Yong說得很好 一湯匙的醋 或者檸檬汁 令到釋出的鈣 變成梨子鈣 令到身體更加容易吸收 所以為什麼呢 我一二再再二三強調 大家生同飲食是好的 但是生同飲食 你可以吃得很健康 我稍後會教大家 為什麼可以吃得很健康 你就要看到食物 你就不要再給你自己的味覺 那條舌頭去主導 你要去看到它是怎樣 用不同的食物群 不同的食物群 我要吸收到不同的食物群 例如好像韓國人一樣 它是會一天要吃五種顏色 年輕人我不知道 但是傳統的韓國菜 它要五種顏色的 紅色、白色、黃色、綠色、黑色 是的 OK 不同的 但是 現在的人我不知道是否這樣 但是肩膩的食物 韓國的石球鍋飯 的確是五種顏色 我看上去 除了五種顏色之外 我還要有其餘的 就是不同的食物群 這一個就是 現在講 現在講完 例如 為什麼我一天吃一餐 而我會去吃Buffet 或者自己做也可以的 吃Buffet就是 你懶惰 你不用煩 他弄光了 你去拿就可以了 我就會確認 我吃到幾個群組 第一就是蔬菜 你記住 你生酮可以很健康 你可以很不健康 很不健康就是 你可以吃 很多不好的油脂 它都是油 它就是符合收同飲食 油 但問題是 你到底什麼油脂 你是trans fat 還是你是天然的 fat 你是Omega 6 還是Omega 3 這些都是個關鍵 影響到你的身體 你的健康 我經常都說 如果我做到 你們不會做不到 我是一個廚師 我每天都要煮東西 我就算斷吃 三天也好 七天也好 我都要煮東西給別人吃 那我試過後 我要吐出來 是啊 而我看到客人吃得很開心 我都沒得吃 其實你們應該沒有我 那麼難去做這件事 你明白嗎 那所以就是 Give it a try 試一下 剛剛Catherine就說 從聽節目開始 標準 然後買菜 盡量自己煮 大飯和做健身 至今兩個多星期 體重只有1kg 腰瘦了兩寸 腹部肌肉明顯了 沒有消腩子很開心 Thank you Thank you 對了 現在有一個人叫吳肖德 他以前叫吳廣德 他就說 尚今先慰 敬請預約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我想我這幾集裡 分享的資訊 就已經很多人都可以 幫到你們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會選擇他要面對面談 就是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正如我今天談的朋友 那個婁 那個太太瘦了19分 但是彼此沒有怎麼拍攝 癒人 反而他��서 principal 這樣會不一樣 iana 可以 但你要留意 先來ons看自己的 藥材是什麼 我知道 我現在讀的其中一個是草本 裡面會讀到世界各地的草本 包括中醫藥的草本 包括印度的草本 我以前讀過的草本 然後就是西洋的草本 譬如中國人覺得自己肝不好 譬如百花蛇蝕草 下枯草 但如果是鬼都會 他會有牛肉汁 那兩個人沒有衝突 如果你想我肝好 那兩個人都可以 我回答不了你好不好 為什麼呢 我沒有你的全身體 全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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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參考 我回答不了你 譬如我很怕這些問題 譬如我昨天在禁室也說 人家一句問題就是 哪裏買到Stevia 或者哪裏買到什麼 我很難回答你 因為我連你在哪裏都不知道 譬如你打電話 叫狗狗狗 那我都要問你在哪裏 你要定位才行 我連你在哪裏都不知道 還有說真的 你可以在Google去搜尋 譬如你想買Carrie Gold 也好 你想買Flex Milk 還是怎樣 我給不到 我沒有參考 說真的 八珍湯是真的給大家 不是 八珍湯是否好是好 但也要看體質 所以這些這麼空泛的問題 不要問 好嗎 Sophia Lee的問題很好 就說 先生本身是否身體少脂肪 先生本身有做運動 油開水 所以脂肪的確實不是多 但他生同樣之後 也覺得腰部變小了 變硬了 艷果雀 江偉哥 薑黃可以用椰子油 混合黃酒 然後混合滾水 為什麼不做 骨湯 骨湯就是挺好的 是不是 心疼後 喝清水也甜 一口甜甜 不是 我還在喝Cock Zero 還有 我也有Gast Stevia 所有的東西都 蘇比這疊也好 上網搜尋就會知道哪些東西買 上一集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問得不錯 我們回應後 先進去講今天的個案 上一集有一個聽眾問 他說如果我經常都要外出吃 避不到吃不好的油 那我可以怎樣做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經常都要外出吃 因為我職業是在煮食 我煮完後已經累了 我就不想再煮了 很多時候我會外出吃 那吃些什麼呢 你最穩妥的 你想清楚很簡單 有些什麼是對抗發炎 你就吃什麼 很簡單 最能對抗發炎的 在街上最容易找到的是什麼 魚 魚為什麼呢 因為Omega-3 所以如果你外出吃東西 盡量多吃點魚 還有盡量不要選一些千年油 例如炸的東西 炸的東西 大部分的餐廳的油 都不是炸一次就倒 都是翻用翻用再翻用 而在日本 就算你去米芝林的天婦羅餐廳 他們的油 可能他們真的炸給你就可以倒 我也相信 因為日本人的操手 我相信他們會這樣做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是用芝麻油 胡麻油 胡麻油是很香的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很不平衡 我上一集 在這個生酮感受的項目 我也分享了一篇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 46隻主食油 在香港普遍買到 46隻主食油 是有 Cancer Causing Substance 所以我的Cancer Case 即是 你的乳酪在這裏擔心 會生癌症 已經被人推翻了很多次了 那 你不如擔心這一點好過吧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 這些油 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 Mono 或者Poly Unsaturated Fats 這些單元 或者是 多元不飽和脂肪 它本身很不穩定 很不穩定 要麼 它就是打了氫氣下去 對你的身體來說就是怪物 根本吃下去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第二就是 它沒有打到 或者打得不夠 或者什麼原因 打了它都會氧化的 這樣呢 它在架上面就是喪氧化 你可以想像到 這支已經變成毒藥 變成一個 例如吃胚伤 它裡面 已經高度不穩定 有氫氣 然後有其他怪狀的東西 都氧化了 進入你的身體裡面 再加上糖 你一定有糖 為什麼 你煮東西 你醃肉也有糖 你吃粥粉麵飯 你吃了一碟菜 你都爬飯 平時我說的 那個糖 就會促使到 它成為一個 氧化了的LDL cholesterol 真正失血管 令到你的動脈硬化 和一路細胞 一路縮小 血管壁 就是 Oxidized LDL cholesterol OK 所以如果今次 這個抽樣檢查 不只是抽 這個致牙物質 就不止46 全部下架 除了飽和脂肪 例如椰子油 牛油 這些之外 其餘都很不穩定 所以我就說 煮東西 不要再問我 哪個可以 哪個不可以 總之你選 我現在講幾隻給你 你就用了幾隻 OK A又問我 我買這個 B問那個 其實 你Grapeseed Oil 葡萄籽油 就是 這些植物種子油 我真的想問 米糠油 為什麼會可以 這幾個油 Stick with these oils OK 一 精煉牛油 GEE GHEE 精煉椰子油 Refined coconut oil OK 牛油 果油 鵝油 或者是 Duck fat 鴨油 都可以 這些就可以了 這些很穩定 你就用這些 那我剛才跟我 那個 健康對Couple說的 就是說 如果 你們平時的家 師傅 你要煎來炸了 還是炒了 OK 如果你是 要炸 你一定就是用這個 牛油 果油 因為最耐高溫 去到270多度 但如果你說我只是炒的話 這樣 你可以用Refined coconut oil 或者 就用這個 精煉牛油 都可以 OK Winny Chui 不要問了 我剛剛答了 其實 茶子油 Grapeseed oil 米糠油 他們全部 其實你搜尋都搜尋到 這些就是seed oil 就是不行 為什麼我出post 雖然一次又一次 節目說完一次又一次 你還是要問 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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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一直說不下去 對不對 OK 好了 這樣 唉 講正經話了 好了 吃東西的時候 為什麼我說 我們要看下去 就是要認為 它是不同的food groups 五隻色 我們都要吸收到 OK 好了 那五隻色之餘 我們還要吸收到什麼呢 如果我們根據groups來說 就是 好了 我們要有海洋系 海洋系就是 比如魚蝦蟹 昆布海藻 就是在海裡面的物質 它裡面大部份都有很多Omega-3 尤其是魚 然後 它有Axacetan 就是蝦青素 是很有效很強力的抗氧化劑 然後它會有抗物質 好了 然後我們會有Dairy 就是這個奶製品 奶製品 不是要喝鮮奶 或者喝乳酪 而是吃蛋 和吃芝士 因為芝士裡面的乳糖 在發酵過程裡面已經沒有了 那我們就不需要擔心 它的乳糖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芝士其實很容易吸收 很足夠的脂肪 我們需要脂肪 對吧 對了 所以 芝士加蛋 是 It's very good for you 蛋裡面還有脂肪加蛋白質 兩隻都有 它不會有太多的蛋白質 所以是好事 OK 我們說了海洋 蛋奶 Ovolactyl 然後蔬菜 蔬菜圍繞著 就是要十字花科的蔬菜 因為 最濃度濃的蔬菜 我提出的 就是 乳依甘藍 Kale 或者其他親戚 例如Brussels Sprouts 包子甘藍 西蘭花 野菜花 芥蘭菜 這些 深綠色的蔬菜 都是我們要吃的 而其實吃得最多 是這些 深綠色的蔬菜 十字花科的蔬菜 另外 還需要些什麼呢 就是Nuts and Seeds 果實和種子 現在很多人都會失敗的 但這些其實是很 nutrient dense 你想想 為什麼我們會吃胎盆素 紫荷車 那些會很補 那些其實就是一個生命的原始 那種子都是生命的原始 例如 Chia Seed Flex Seed 這些就是生命的原始 它是Super Food 每一粒都是最完整的 材料 在裡面 那這個 你要想辦法 自己每天都要吃到 這些 Nuts and Seeds 就是這樣 OK 還有些什麼呢 還有就是 這個土地上 土地上的 我們說動物 譬如豬牛羊雞 這些都可以吃 但這些的量 其實不需要太多 OK 反而你記得 這個base 我們的生同飲食 金字塔 這個base 其實是蔬菜 大量的蔬菜 加上就是好的油脂 例如椰子油 橄欖油 橄欖油 精煉牛油 OK 上一層就是Fatty Fish 海洋那些 OK 就是肥的魚 例如蝦 蟹 龍蝦 蟹 青口那些 都要吃少些 因為蛋白質太多 而脂肪太少 OK 蛋白質一多的話 它轉成糖 再上一層 就會吃一些 例如 Dairy 和Nuts and Seeds 去到最頂 才會吃一些 有甜味的食物 例如 少許的Berry 如果你沒有癌症 你可以吃少許的Berry 沒問題的 我也可以吃少許的Berry 那我的Berry 我就留下來吃什麼呢 就是吃這個Golchi Berry 就是杞子 杞子有糖 對嗎 或者有時會吃幾粒 藍莓 Rasberry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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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這些 你知道它是有少少糖粉 但未至於會令你的身體出事 好嗎 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問問問題 我們再聽聽 邦中 Code Zero Aki Ho說 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瘦 但是皮膚變得漂亮 變得白了 OK 如果我由今集開始 我講瘦 如何我可以調整我們的Metabolism 我們這麼多年來 都是用糖 作為我們的能源 作為我們的原料 你的身體老早適應了 是用糖 你身體內每一個工廠 即每一個細胞 都是習慣了用糖 你現在要它轉管理層 要它轉老闆 它需要時間去適應 但是呢 你就說 多久才適應到呢 這樣 會因人而異 因為如果你一向 你是很carb loaded 就是你一向吃很多 很多很多的話 這樣呢 你就需要很長時間 可能甚至六個禮拜 你才可以 Fat adapt 但是呢 你一Fat adapt 之後呢 就是說 你身體的工廠 所有的員工 都知道 轉了老闆 你以後呢 就不會怕 下達不到一個命令 還有呢 就算 譬如舉例 我現在Fat adapt 很明顯 但譬如 你當我要去日本 那我去日本 會不會不吃壽司的 那我吃了壽司 我吃完之後呢 all I need to do after having being fat adapted 我只需要呢 就是不吃一日 一日半 兩日 即斷食的一兩日呢 我就可以呢 deplete 所有的glycogen 所有的血液裡面 肌肉裡面 肝裡面的糖分呢 我就又馬上生酮了 你進了去 你出回來 再進去就很容易 最難往往就是第一 個身體幾時 幾難 去進入這個狀態 往往是初時 即舉例 我不會踩單車 那我要學會踩單車 是很漫長的 跌很多次 損了 然後想放棄 不想踩 這樣 但是我一會踩之後呢 我就算放下了幾年都好呢 我隨時一上回單車 我會立即踩得回 你明明就是這樣 你的身體就是需要 經歷這一次的洗禮 就是 由用糖 轉做用脂肪 經歷了這一次之後 你隨時的出入就容易很多 但你也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說 影響我們肥和瘦 不是單純是 calorie的 in and out 這麼簡單 calorie 這個是營養師 還有傳統醫學跟我們說 並不是真的 一條數這麼簡單 你要考慮多幾樣東西 第一 你的年紀 你的年紀是會影響到什麼呢 影響到你的身神代謝率 會影響到你的肌肉的數目 肌肉的含量 第三 你這麼多年來 如果經歷過很多次的減肥 減肥再減肥 這個也會令到你的身神代謝率壞了 第五 就是 你也要考慮 你其他的荷爾蒙對你的身體的影響 這就是今集我們不多不少都會碰到的話題 特別針對減肥 好嗎 你們先留下言 我喝一口飲食 休息一下 很快 我沒有檢查血統 尿酮我都很少檢查 因為 當你每天都是吃那些東西 你怕什麼你會出事 還有 找一集可以說 但我需要拿白板進來 就是 其實尿酮 是只檢查到三隻的其中一隻 其餘兩隻是檢查不到的 所以它完全完全不準 煤酮 尿酮 好像很豐富 Omega-6 一點點的 我們小腿可以吃的 例如 Macadamia nuts 夏威夷果仁 Brasil nuts 巴西果仁 Pecan 這三隻 腰果是有很多Omega 6 所以腰果不太適合 還有Flaxseeds和Chia seeds 可以吃得多 我等你們留言 然後就開始正式講書 Theresa Chen, Thank you so much 出旅程是有困難的 我明白 當然你可以控制 例如我去日本 我可以吃串燒就沒事了 或者我不一定要壽司 我刺身也可以 例如我去一封堂 我叫一碗拉麵 我叫它走拉麵 它是我願意的 我叫一隻雞蛋 叫多一塊肥豬腩 紫菜 黑木耳 椰菜 我是要那個油腥腥的豬肝 豬肝湯 非常好 好了 講一下今晚的個案 好嗎 我稍後再查留言 否則我會很分心 我就沒有辦法 很專注地跟你們說 今晚的個案 就是兩夫妻恩愛的 非常甜蜜 很友善的 兩夫妻 太太 心痛了 不太久 十九磅 先生是一個運動建議 游泳拿獎的 但是 發覺 心痛初期 腰腰小了 但是 沒有動過 而且她覺得很累 她的職業 我不會說 她的職業 可能要很長時間都吃不到東西 因為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這樣就變成了 怎麼辦呢 她沒有力 她累 集中不了精神 腳軟 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了 那我就問 我問她們兩個 主要這次先了理了一個先生 我問一個先生 我說其實呢 我一般都會問這些問題的 如果是正經 就是要認真做一個職業的話 那我會問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 concerns about your health 就是你 對你現在的健康 你有些什麼你覺得是 你很關注的 就是你對這件事情 你特別關心的 concerns about your health 第二就是 How do you feel 那個feel 我是caps的 大街的 你感覺怎麼樣 你感覺是很累 還是人家很精神 還是 I feel pain 就是我經常都痛 我一個人很猛 我身體不舒服 我很沒心機 還是你說 不是的我老虎打死幾隻 這些全部都是how you feel 還有一些是 I feel depressed 我不開心 OK 我很沒胃口 這些都是你告訴我 OK 接著 the areas of improvement 就是說你想改變 你想改善的地方 OK 比如你說 我腰間有肥肉 我想減了一條腰 或者好像這位先生 他說我想好好精神 不要發軟 例如說 我會再問 你的飲食習慣是甚麼呢 你的飲食習慣是甚麼呢 你試舉例 你過去幾天 你早午晚上吃到甚麼 How should you sleep 你睡覺睡得怎樣 你去廁所去又怎樣 你有沒有一些最新的身體檢查 或者是驗血報告 可以拿來看看 這位男士 先生 就說 不開名 他就說 睡得很少了 可能睡到四個小時 他說 我就是想吃得健康 讓自己可以多些耐力 去應付每天很忙 很高壓的生活 他說 我不肥的 但我喜歡游泳 我游泳 就會令到我覺得很放鬆 但是我吃了心酪之後 似乎游泳的耐力沒有以前那麼好 他說 我想身體好一點 好像我今天分享了一個新加坡大叔 我五十多歲 但是我畫出來 他整個身體練得很漂亮 他就說 我生同學之後 覺得容易餓 我很難在午餐時買到適合的食物 他後面的 area of concern 他就說 我想上班的時候精神一點 然後腦子很sharp 很快可以敏捷做到反應 然後他說他是活動的 他在週末便會去游泳 睡覺的話 生同之後就睡得好很多 去洗手間也是生同之後好很多 但是他說 吃得太多油 被MCT油就容易割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問他吃什麼 很正路 即是菜加蛋 牛扒 吃東西是很穩陣 很好的 沒有理由 OK 老婆就受得這麼厲害 但是老公就沒有怎麼受 聊完一段時間之後 我得出的結論是什麼 很簡單 聊聊一下就發現 哦 原來他工作環境是充滿賤人的 大家可能聽眾說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我旁邊的腦子很賤 我腦子很賤 我之前隱約提過 就是說 什麼情況之後會令你腰特別肥 這位男士這位很好先生 他說他的內臟脂肪一檢查是11 我突然覺得蛤 11是很危險的 其實11是一個過了一個境界水平的 即是過了 那是高和危險 內臟脂肪越多 你就越容易有糖尿病啊 心血管疾病啊 拿你命的病 就和內臟脂肪有關 那為什麼內臟脂肪會這麼高呢 但他皮下脂肪有的 都不是算高的 但反而內臟脂肪很高 如果我聽過我之前這麼多集的話 可能會有些想法 其實就是和你的壓力有關 他這份工作絕對是很高壓的 絕對很高壓 因為是不可以再說 我再說大家猜到了 總之就是和死人淋漏有關的 ok 有很多賤人的 而這些時間很趕 又不夠睡的 不夠睡會令你的皮質純高 第一 要睡得好一點 要睡多一點 我們睡覺會 Realm 可以去不同的 fø音時間 好像海浪一樣 會上下 撐著 面子站著 就是閃靂的眼睛 在馬上變動 alpha 還是beta 瘋了 是delta sleep delta sleep 就是你做夢 但你不會記得 那個時候 你在delta sleep 的情況下 你的human growth hormone 就是會 burn fat 的那種 hormone 就會大量分泌 幫你提升你皮膚的緊緻度 你的肌肉的數量 令到你燒了多餘的脂肪 所以 我們要通過這個系列 90分鐘至110分鐘為之 一個系列 所以當你在睡4個小時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通過的 只不過是 兩個系列 兩個系列 如果你不幸 去得不夠深 你就拿不夠 但我們一天說 需要睡6至7個小時 你6至7個小時的 Quality sleep 你睡醒的皮膚都不一樣 立即好 好過敷面膜 當然你可以敷面膜 茶椰子油 再睡7至8個小時的Quality sleep 為什麼很多人都說 生活飲食後 睡得好很多呢 因為你的身體 發炎少了 那麼 隱性的痛 就算你不明顯的痛也好 連那些的Disturbance 都沒有了 這樣 你自然就要睡得好很多 這是一個很Common的 症狀 就是睡得好很多 我現在也是 我睡到的時候 我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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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成龍的氣 喂阿米 我是哪兒 我是哪兒 我睡到這樣 尤其我有時 都不怕說 我放假的時候 有時會去鄰近地區 因為我上面有一些很厲害的中醫的推拿絲 只有他才能動我的身 我被他按完之後 我就會睡 睡到不見天日 睡到不知自己是哪兒 睡到那個地步是很誇張 死了一樣 中間沒有起身去廁所 沒有啊 OK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很棒 所以翌日 皮膚很漂亮 很開心 如果你是 發覺你受不了 你要找到你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 未必是你的飲食 當然也可能是飲食 我剛才找到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蛋白質吃得太多 我稍後給你們看 你就會知道 其實蛋白質是吃得很少 看不看 我不分享出來 因為我會被我責任 一個三盎司 我講過 就等於一副啪牌 等於什麼 就是兩隻的雞下腿 兩隻雞下腿 或者就是一個雞大腿 如果六盎司 如果六盎司 就是一隻完整的雞腿 就已經是六盎司 各位觀眾 又或者一個雞胸 我不建議吃雞胸 為什麼呢 雞胸太瘦 太瘦的話 你會變得很容易變成糖 我們吃雞 或者吃豬 吃什麼都好 我們盡量 魚或什麼都 想連皮吃 因為我們需要那個脂肪 有些女生 包括我自己也是 以前有吃日本的製作 就是透明質酸 透明質酸 就是皮膚儲水的 透明質酸 令皮膚沒那麼乾 但是我告訴你 你自從肌肉之後 是在洗軌 我剛開始教你們 這個骨湯 裡面就是大量的透明質酸 你吃雞 連皮吃就是透明質酸 你知道透明質酸 透明質酸 以前 說以前 初期很貴 為什麼很貴呢 是雞官 在那裡提取 一隻雞 只有一個雞官 還有一點點 你想想 自然就會貴 後來他們發覺 人工合成的方法 所以便便宜很多了 OK 就是這些 你的雞官 你留下什麼 是軟組織 所以為什麼骨湯 我們要喝 我們要熬 一鍋過熬完之後 放四支 五支 或者七支 放進冰櫃裡 每人拿一支出來喝 你皮膚自然會更美 更好 你不需要浪費錢 吃那些抹肌 再買透明質酸 一星期 一個星期一次 煮一鍋 你不需要看火 因為電子 睡一覺 起床 關火 骨頭 我自己尤其喜歡 用三文魚頭 三文魚骨 真的可以煮的 因為油脂很好 還有奧米加3很好 我自己不吃牛 所以便會選 雞 魚 豬 轉動 三個都可以 沒有不可以 可以 可以煮到它很濃 很濃 很濃 這些就是有了 剛才所說的 好的事情 但是剛才說 這位好好先生 他受不了 或者沒有怎樣受的原因 就是 我得出的結論 就是他的皮質純太高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他有抗易倒數 我問他 你生童之前 carb吃得多不多 他說 多 很多 他說他以前游泳 甚至游泳之前 可能會吃四個瑞士卷 才下水游 因為他很需要 instant energy 馬上爆發 這個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之前的節目也有提過 就是有一位很英俊的教授 也是一個外貌協會的主席 我開始說的 你見他說的 他新年很漂亮 他有穿衣服 我經常想 不如教授你脫一件上身 再繼續說 就是什麼 就是 他新年很漂亮 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是世界紀錄保持者 是一個舉重的紀錄保持者 但是他一天只吃一餐 Warrior Keto 一天一餐 但是他可以舉重很大 我經常提到 Cancer經常提到 Professor Thomas Ziffert 他是一個Triathlon 三行鐵人 有跑馬拉松 就是這樣 咦 教授你幾十歲 為什麼你還跑到 其實你身體 有很多的脂肪 你只需要 開啟到那條鎖匙 你進去是任何不生氣的 OK 但是我剛才提到 一個很好先生 他的情況就是 他未進去 拿到這條鎖匙 未開啟到這個 無限這麼多的 脂肪的鎖匙 所以他就等於 我的比喻就是 就等於 他永遠身上只有100元 那100元 用什麼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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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吃糖的各位 其實你們都是 身上只有100元 但是我跟他太太 現在就是 帶著幾十億在身上 我為什麼要這麼多錢 大把 我為什麼要吃東西 我大把脂肪 其實就是這樣 那你怎樣去開啟到呢 拿魚鎖匙去開到那個甲腕呢 就是 熬過頭那段時間 的適應期 我們就是說 當你入到 Keto Adaptation 即Fat Adaptation 你就是 隨時拿魚鎖匙 說開就開 完全沒有困難 幾十億未開頭 慢慢洗 OK 所以就是說 他說他自己 有好似 Hypoglycemia 即低血糖的症狀 他有很豐富的醫學信息 強調 但是呢 他說他刺手指 是5點多 5點6的 那不是真的 Hypoglycemia Hypoglycemia 低血糖也有真和假的 真的呢 就真的一刀手指 發覺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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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了 馬上給他一個葡萄糖去吃 或者什麼 第二種呢 就是假的 假性的低血糖 假性低血糖 就是什麼呢 你有了一些症狀的 但其實呢 嚴血是沒有什麼的 這一個呢 是因為 心理呢 一方面是 另一方面就是 你身體習慣了 他有一個依賴性 他有一個dependence 但其實他不是真的會死 會死人 不會死人 只因為他嚇你 因為他害怕 你的身體不習慣 扭計 那 我的反應就是 理解他 不理他 所以今天呢 我跟醫生說 對不起 我跟一位好好先生說 我就是說 很簡單 你現在把你的飲食時間 縮入了在八個小時之內 我跟每個人都這樣說 你身亡了之後 下一步步就是 十六比八了 八個小時 我當你下午兩點鐘 吃到晚上的 十點鐘 或者一點吃到九點鐘 這八九個小時裡面 我有你吃 你明白嗎 你吃什麼 你雞腿連皮吃 你牛排要A5和牛 吞拿魚腩 鵝肝 吃些最肥的東西 OK 還有這八個小時裡面 我自己也是 我不是八個小時 但總之你記住 如果你開始這件事 which is step 2 你吃到你吃不下為止 很簡單 吃到吃不下 你停 走去做其他東西 然後到你下了隔 回來再砌 再吃 又再吃到 吃不下為止 再停 再去做其他東西 搞完之後出來 再吃多一次 如果你想的話 你可以兩餐或者三餐 搞定 你要做到我剛才說的 記不記得 海洋是 我先說漏了一個 我都覺得自己說笑的 海洋是 蛋奶 深綠色蔬菜 肉類 堅果種子類 Nuts and seeds 第六個 菌類 這個很重要 我經常說漏了 這六大類 麻煩 你們要吃到 每天 OK 所以我說為何我來這麼方便 就是 一來衝出去 先吃沙律 沙律 或者徐生葵 第一支椰子油 咦 我在那邊 我想拿給你看 等一會 我拿給你看 這支是我隨身攜帶的 我很少在卓越買 這個瓶不會漏的 因為它上面有一粒的 你看到嗎 這裏有一個 剛剛它塞住了 所以它不會漏出來 我很怕它漏到 但它是油來的 真的漏出來 這支 很香 是Extra virgin coconut oil 就是很強烈的椰子油味 不過很好 因為我不介意 我喜歡這股味 例如我去打骨 舉例 我可以用 我出去吃東西 我會擠在上面 因為有些地方 譬如你吃油菜 你叫它走油 因為你知道它的油 會令到你 失血管的油 那你叫它走油 那你自己擠 那譬如 這個瓶 不知道有沒有小一點 可能有 你可以用兩瓶 一瓶就是 初榨椰子油 另一瓶就是 初榨橄欖油 兩隻油 各有各的好處 千萬不要覺得 我一定要選一隻 是最好的 但是 如果你有膽 的問題 例如割了膽 或者膽石 的話 就盡量依賴椰子油 好了 OK 因為椰子油 之前提過 身體只需要經過三個步驟 它比起葡萄糖更快 被身體所用 但如果其他的油 是需要十九個步驟 所以 我是這樣隨身攜帶 譬如我們剛才三碗吃東西 我都拿去擠進他們的東西裡 這樣 就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如果你說 我不喜歡 什麼都有椰子味的 那你可以用 蒸面後 是完全沒有味的 但這一樣 可以吸收到 它裡面的 profile 就是我們說 油脂的結構 which is very good OK Sydney 剛剛那個人的 那個醫學常識 最多是在你和我之上 我不可以說太多 總之 他只不過是關於飲食上面 想了解多一點的原因 但他絕對在醫學上 I think both you and I cannot beat him OK 那麼 為什麼不見了老遠 那麼人害怕 OK 好了 又說了油 我們再說 OK 這一瓶 我厲害了 我買回來之後 我沒有用過 沒有吃過 你看到它寫著什麼 它寫著 Virgin Sesame Oil Cold pressed 那 ingredients finest white sesame seeds 這樣 那你覺得這個麻油 麻油就是 吃tempura 美的日本餐廳 用麻油炸的嘛 然後 例如 那些女人坐月 不是要麻油雞的嗎 是不是 supposedly是補的嘛 yeah 它會跟你說 很多的好處 說真的 你一個廠家 你自然會說 你的產品有什麼好 那 芝麻油的話 它會跟你說 這個維他命Ego all that right 但 let me show you one thing 所以你也要懂得看標籤 對過來給你看 大家看著標籤 你看到什麼呢 你看看Omega 3 Omega 6 Omega 9 你看到比例嗎 對過來再看看 OK Omega 3多少 35 Mg Omega 6多少 6269 Omega 9 5454 Omega 3和Omega 9 Omega 9 比例呢 是失衡到 差二百多倍 記不記得我上一集說過 自從這個大力推廣 種子油 as in healthy oil之後 我們的Omega 3 to 6的比例 由19 嗯 由2000年 1995年 12比1 12是哪裏 Omega 6 Omega 3是1 12比1 到08 09年 是25比1 你看看多了什麼 就是多了 炎症 多了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cancer 腦退化症 所以你不知道 你以為 喂 種子油 芝麻油當然有益 坐月都吃它 然後呢 好香的 好有益 維他命E高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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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在細節之中 它的細節的大問題 就是它那個Omega 3 和6的比例 相差幾個月 如果我出街 真的 大家例事 不知 有人請我吃飯 你吃了 芝麻油做的天婦羅 那天 我一定要泡很多魚 跟著 我還要吃 Chia Seeds Flex Seeds 再泡Omega 3的 Supplements 去 令到那個比例 不要相差那麼遠 上一集 聽眾問得很好的問題 就是怎樣可以 出街吃大離譜 第一 酒都油的 酒油 自己帶油 就像我這樣 自己帶油 OK 第二就是盡量吃魚 第三 回到來 再吃魚 Chia Seeds Flex Seeds 我兩個兒子 在一起玩追逐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做節目 他們都很喜歡玩追逐 平時兩個都在一起 你兩個玩完了沒有 小朋友 OK 好了 那 說完這支油 油對我們的健康 尤其 如果你是Keto diet 你一定要很小心 只要是天然的油 出自動物 或者出自 一個 果實 的 pretty much ok 但是 都有例外的 就是不可以 植物的種子油 因為剛才說過 高度氧化 會濕血管 等等 等等 所以 出街吃 剛才所說的 你八小時吃東西 的 window 裡面 就要吃到 我剛才說過幾個大的 category 每個都要吃到 buffet 剛才舉例 我先吃個沙律 拿到沙律 回來 它有搓窄橄欖油 用搓窄橄欖油 或者用自己的油 擠進去 上面加些橄欖 這樣 沙律葉 先吃一盆 然後再出去拿鼻蝦 龍蝦腳 雪藏蟹腳 那些 海鮮 海洋 不是 吃一堆 麵豉湯最好 裡面 又有海洋植物 即昆布海帶 亦都有發酵了的麵豉 OK 然後 再吃肉類 肉類 你會喜歡很多肉類 再來吃芝士 作為一個甜品 因為其實 西餐 例如法國菜 有時候 你可以選擇 我不要甜品 可以吃芝士 我會這樣選擇 我會遇到幾大類型 例如蔬菜 海鮮 肉類 芝士 芝士 有些芝士 有些芝士 我都吃了種子 最後可能會有茶咖啡 你會跟她說 我想要奶 不可以用奶 加奶 加奶 加上Stevia 然後 再加椰子油 然後 一杯香噴噴的Bulletproof Coffee 所以我沒有味道 OK 這樣 我可以遇到不同的範疇 這就是吃Bulletproof Coffee 我發現Bulletproof Coffee 很方便 自己煮的話 我也有這樣做 例如我自己煮的話 我可能是油鹽水 蝦加蜆 再加蔬菜 我就打造果汁喝 菜汁喝 然後灑兩隻蛋 有幾條煙肉 再加一個Cheer Seed Pudding 其實已經很完整 外出吃也好 自己吃也好 分別就是 你懂不懂煮 你會不會在家裡用到好的油 肯定會是 但外出的話 你要懂得如何保障自己 是嗎 Tracy 很方便 Vincent PC Keto diet 不適合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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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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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低脂肪酸素 為什麼呢? 脂肪細胞是三酸甘油脂 當瘦的時候脂肪細胞縮 膽固醇和脂肪酸甘油脂就會流出來 為什麼我一而再再而三強調 你們一定需要吃70杯蔬菜 你給我吃了它 吞了它 喝了它 總之吃了它 因為你這麼多的脂肪其實是危險的 它有機會如果你不聽話 你不吃菜的話 它是可以令你脂肪乾的 所以你是需要很多的蔬菜 你需要蘋果醋 你需要檸檬汁 我語重心長這樣勸你們 不要當我說的是廢話才行 我為了你好 都是我一個佛教徒 我不要有任何的因果責任 所以你要記住 你的蔬菜是需要七至十杯 你不會少了肉的 你相信我 現今的人不會吃不夠肉的 你想想你會不會一餐只吃一隻雞腿 這麼少肉 那已經六盎司了 我是不需要吃到六盎司的 三隻蛋就是三盎司 which is perfect 或者我吃一個雞腿 就是三盎司 所以其實我們往往是不夠蔬菜 而不是不夠蛋白質 OK 有一個Documentary我會分享 這個生酮感受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BBC的Documentary 那位主播 名主播 他親身 go through 三個禮拜 這個Kelogenic diet 你看一下他的Colesterol 是高了還是低了 你就看一下 Diabetes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你不吃澱粉質 你不就降低了你的insulin resistance 那你就不需要 吃那麼多的insulin的藥 Hypertension Hypertension 即高血壓 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Protessium不夠 Protessium 正常人要4700 我告訴你 在座聽的人沒有一個狗 夠膽說 而Kelogenic diet 因為我們不會儲存太多的水分 所以我們需要超多一千的 OK 那從哪裡來 從蔬菜裡來 從牛油果裡來 最好的做法就是 你吃沙律 你用牛油果做一個dressing 牛油果 加椰子油 加少許洋蔥 加少許芫草 如果你喜歡鹽西的話 打了它 加海鹽 檸檬汁 做個沙律醬 好吃就飽了 你喜歡加紅椒 加番茄 都沒所謂 Tastes amazing 你要知道 我們的身體每天需要 維他命 礦物質 微量礦物質 trace minerals OK Essential amino acids 即蛋白質 Essential fatty acids 即脂肪 但是你沒有 Essential carbohydrates 所以我上一集 講的那位瑜伽老師 他吃十谷飯 南瓜 草米 番薯 紅菜頭 因為你聽起來 覺得很健康 喂 說到底 這些全部都是糖 你不斷摺 你自己身體 吃那麼多糖分 你可以不發現什麼 不好玩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跟他講 你每天跟我吃四樣東西 一 椰子油 第二 牛油果 第三 魚 第四 蛋 OK 你讓你的身體 補回這些 Essential amino acids Essential fatty acids 補回填 填 當你的填填填 之後 你的身體就回到健康的狀態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發炎 OK 所以真的是一個好的eating plan 是要可以滿足你身體對於營養的需要 所以我們要學會看這部畫 OK 我們每天要focus on吃的東西裡面 底下是什麼 就是蔬菜 蔬菜 上一級我們再留意油脂 就是good fats 再上是protein OK 然後呢 最上面就是duts and seeds 和dairy products OK 好不好 對了 那麼 那位好好先生 他就說 他覺得他現在自己發不了力 OK 他游泳 他說他這樣撥 他以前可能覺得一撥 可以撥得很軟 現在他撥了之後 都是這樣一點 很少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麼 我就說第一 你那幾十億你未開到頭 你未開到隔膜 所以你還是靠身上的一百元 很少 他那一百元和大家不同 他一百元不再是葡萄糖 他都戒了一個月的了 但是呢 那一百元在他的情況下就是油 吃東西裡面的油 他只能夠靠那些油 因為他未去到身體裡面儲存的脂肪 OK 那我就跟他說 我得出來的結論幾件事 我現在很快就說 第一 你的隔膜不夠 我聽了他說 他不是沒有食材 但是不夠 喂 七至十杯 大哥 一隻手 等於一杯的話 七至十隻手那麼多 拿到那麼多的蔬菜 你夠不夠呢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 打了它做smoothie 不是榨汁 這樣呢 你就可以滿足到你的隔膜 一隻牛油果 放進去 再加 Kale 即是魚甘藍 菠菜 這個chart 即是軍踏菜 OK Collins Greens Arrugula 一隻十字花花 放進去 然後 加一點stevia 檸檬汁 蘋果醋 打了 加椰子油 很好吃 滿足到你的 potassium的需要 為什麼potassium會這麼重要呢 你身體裡面每一粒細胞 都需要potassium 去製造能源 所以當你potassium不夠的時候 你就累了 你會很累 你potassium也幫助什麼呢 就是幫助你的肌肉 和神經系統能夠 合理地運作 令到你的細胞 內外的水分 是一個正常的水平 所以為什麼potassium不夠 會高血壓呢 但我又這樣說 你一般去看醫生 你被醫生檢查到你高血壓 他就會給你藥吃 但其實有機會很單純 就是potassium不夠 你試一下supplement potassium 但是potassium 你說我買藥丸回來吃 可以嗎 一粒是99mg 你一天要吃50粒 那你就可能會夠 為什麼4700 你會說50粒呢 因為當你吃糖分的時候 身體會排出更多potassium OK 當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身體又會排出更多potassium 還有你的身體需要potassium 去幫你的蛋白質 構成成為肌肉 那所以呢 剛才那位好好先生 他說 他覺得他想肥肥 大隻一點 瘦一點 那你很需要更多potassium 那這樣 所以七至十杯蔬菜 而蔬菜裡面的potassium 和藥丸狀是不同的 是更容易被我們吸收的 OK 所以你一天三餐都要做菜 而菜最重要是最大份的 不是最小的 是最大份 OK 那你可以在私服市場 買到一盒洗了的沙律 OK Spring Green Mix 那些是幾種 有些是Baby Spinach 有些是Cabbage 就是椰菜絲 很容易切了 加這個沙律醬 再加些油 對嗎 Kale 乳衣甘藍 炒了都很好吃的 Arrugula 火箭菜 那你說 我想好吃些 但是我又要吸收多些油脂 那我剛才說了 牛油果 加這個洋蔥 加檸檬汁 海鹽 Sorry 然後打爛了 做沙律醬也可以 又或者說 你可以加Bell Pepper 紅椒 OK 再加下去油 再加其他東西 再加進去打 就變成西班牙的番茄凍湯 你也可以做沙律醬 是不是 自己做的沙律醬 你就知道 一定沒有加糖 不會有MSG 那些 那譬如我說 打的蔬菜 打汁 blending 是好過你Juice 因為Juice的話 你是炸了裡面的纖維 出來 是浪費了很多好東西 如果我們打的話 你是完整地吃了 但是要省下牙膠 不需要那麼累 那譬如我 Kale 就是魚衣甘藍 我再加一些Baby Spinach 再加一些Berry 加一些檸檬汁 加一些水 我再去打 你吸收了很多 這個Protessium 那我自己喜歡 就加一個Parsley 我的寶貝仔 Parsley 因為它幫助身體排出重金屬 今天你不是 早晚喝一大杯 好像有聽眾 昨天都留意到 我這隻巨型的杯 看到嗎 這個杯 很大 比Code Zero 比Code Zero Code Zero 就是這樣 這個杯多巨型 這個是1000ml 我裡面就是 一些很補的東西 我找一集再說 有些什麼 我放進去 是對身體很好的 那有些什麼 蔬菜 是我們吃 對我們Keto 是很好的 Lattice 生菜 Reddish 即是那些外國人的 蘿蔔 Green Beans 是可以吃的 剛才我跟太太 都有一個討論 Green Beans 是可以吃的 Cabbage 椰菜 Caley flower 椰菜 我們Keto 經常都會用椰菜花 例如我們做薄餅 我們會用椰菜花 打爛了 做底 我們炒飯 椰菜花炒飯 打到小小顆 它就變成炒飯 西蘭花 Leak 就是京蔥 上次有人教過我 Andive 我真的不知道 鍋具 好像中文叫鍋具 Spinach 菠菜 Swiss Chart 即是君達菜 Zucchini 即是鬼佬 脆肉瓜 深綠色 黃色 Green Pepper 即是青椒 紅椒 黃椒 Egg Plant 即是茄子 可以 但不要太多 菌類可以 草菇不要太多 跟著 Asparagus 蘆筍 青瓜 白菜 西芹 Collard Green Sorry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蒜頭 紅蘿蔔 小量 番茄 沒有問題 薑 薑 可以 Kale 即是超級食物 一定要多吃 橄欖 橄欖 Ocra 即是秋葵 洋蔥 海藻 海藻 大部分都吃得不多 String beans 豆角 不知道叫什麼 荷蘭豆 Sugar Stab Peas 有些什麼是 unacceptable 不要吃 就是 粟米 和大豆 因為大量的基因在做 所以不要吃這些 OK 跟著 例如 紅蘿蔔 紅菜頭 番茄 可以 但不要大量 吃一點點是OK的 畢竟有營養 但不要吃太多 例如我們吃油菜 很喜歡吃西生菜 西生菜 六杯 即是六隻手 可以吃到這麼多的西生菜 是等於十分之一杯的羽衣金藍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 羽衣金藍 是一個super super green 我接下來會做蔬菜包 每個星期我都是收拾那些 那你回去煮吧 我主要有羽衣金藍 包子金藍 Brussels sprouts 都是十字花火 西蘭花 西蘭花 椰菜花 Arrugula 即是火箭菜 椰菜 然後 荊蔥 就是這些 OK 放在一箱 大家 可以順風 叫順風送給你 或者是 你來到銅鑼地鐵站交收也可以 OK 那你每一餐 就應該要先吃蔬菜打底 OK 這是很重點的 蔬菜今天講了 下一集我會再講多些protein 但我還要講回 先生那個例子 就是 我一問他以前吃澱粉多不多 他說多 他說在游泳之前 他會吃四個瑞士卷 是不是 那你聽得出他就是 很大機會會有insulin resistance 就是一個 胰島素一直都高 一直都高 而且胰島素 你知道 道高一切摩高一丈 你吃糖 胰島素出 有用 下次再吃再出沒什麼用 再吃再出就廢了 糖尿病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他現在的Kelogenic diet 是幫助他去 prevent 糖尿病的到來 而且你慢慢的 你的血糖就會降低 因為他不需要 一直都高 那你移島素就不需要 一直出現來對付他 你明白嗎 OK 另外就是他的 剛才說過了 就是他的Cortisol 他的工作太忙 睡得太少 還有工作環境裡面有很多賤人 因為他講一些例子 給我聽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所以他的壓力是會令到皮質唇膏 皮質唇膏就是令到這一道肥 那麼就有一些特別的 herbal supplements OK 有一種植物大自然界 其實什麼都有 我們不需要經常都覺得 我們要靠藥廠 這是我的想法 我們不是要靠藥廠出一個 miracle pill 我吃了 我這一輩子都會瘦 我吃什麼都不會肥 我都說我認識了羅明珠 我覺得很可惜就是 其實他可能就這樣 Kelogenic diet 他就可以瘦 他是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吃一些減肥藥 而令到他心臟衰竭 是不是要找命博 說真的 Why? Why would you do that? 就是 講句難聽一點 你的命都沒有了 那你還有什麼意思呢? Phoebe Nip問了一個問題 懷孕和坐月可不可以肥瘦 坐月可以懷孕 不建議 對了 對了 千萬不要 Shook Yishin 吃了兩個月的生酮餐 除了瘦了15磅 濕疹 15年的濕疹都好 之前試過中西醫各種方法都沒有好 謝謝 謝謝你給你的證明 讓多些人知道是有用的 OK 藝炒飯 椰菜花粒飯 你可以加很多好東西 籃菜 四季豆炒飯 籃菜 蟲子人炒飯 你可以生炒牛肉飯 薑粒蛋炒飯 總之就是用椰菜粒去炒飯 很好吃 很好吃 OK 講回了 因為很好先生 尤其是在腰部 他覺得受不到 就是他本身的肌肉高 皮質上高 他的肌肉身上腺不夠健康 為什麼肌肉身上腺不夠健康 不是天生的 因為後天壓力太大 他工作 我都說跟死人想樓有關 很害怕 他需要長期處於很大的壓力狀態 他睡覺時間不夠 剛才說了90至110分鐘為止 一個循環 他可能經歷不夠兩個循環 他就要起床 工作環境對著很多賤人 我給他的看法 第一 你需要做一些令你自己很開心的事情 例如你很喜歡去行山 我今天去行山 我很喜歡 很漂亮 新鮮大自然空氣 很棒 去行山 你喜歡游泳 你游泳 好像我喜歡做瑜伽 做瑜伽 總之是做一些你享受的事情 你享受做的事情 你的endofine就會高 你的肌質上就會低 還有你要學會 第二件事就是 Be Mindful 就是去放空 我不用冥想 不用打坐這些字 放空 你坐在那裡什麼都不想 放空 OK 不要去想工作 不要去想令你壓力很大的事情 例如公樓 子女去讀書 等等 不要想這些 讓你的人放空 因為說真的 你的人如果病了 你想什麼 想什麼都沒有用 OK 那你讓你的人放空 這是一個減壓的方法 第三件事就是遠離你的壓力來源 例如舉例 我的壓力來源 其中一個是我媽媽 所以我去台灣 和我媽媽吃一個lunch OK 然後我走回房 睡覺 再和她吃了一個晚飯 我那晚已經大病 因為我媽媽使得我 腎上腺 腎上腺素狂飆 我的肌質狂飆 然後簡直是fried OK My adrenals were fried After seeing my mom for like I don't know 4 hours 我就已經炒大碟 這樣 我的身上先 那所以呢 遠離你的壓力來源 譬如舉例 同事叫吃lunch 你明知道那個戰爭會去 你明明就不要去 你明明 你明明 要搞這個同事關係 你明明知道沒得搞 你不要搞 不要去 然後除非開會 否則 不要見面 你要想這些方法 譬如她要進來見你 而你有秘書 你不就叫你秘書擋住她 For instance 這些就是遠離你的壓力來源 否則 你會全身都受到的 in the end 你會受到 這個位置受不到 而我呢 從小到大 我也是豬腩來的 我承認的 包括呢 如果有聽眾知道 我17歲的時候 我穿過泳衣 我都不是瘦的 就算我個人多瘦 我的腰按比例來說 都是不瘦的 但我現在全身都未瘦到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 但我腰腹部瘦了 瘦到 我已經開始驗到 有少少腹部瘦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吃了一些 針對腎上腺素健康的補充 我傳給那位好好的先生 他是一些草本 也有一些是維他命 不同的情況 吃不同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受不了 受不了 受得很慢 是因為她的 insulin resistance 例如我舉例 不要緊我朋友 我出賣你 Anna Anna 她就是insulin的resistance 令到她受得不快 而剛才那位好好的先生 她就是腎上腺素 腎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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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抗胰島素 兩個原因加上 所以為什麼 解釋到 就是她內臟脂肪位 11度那麼高 這個是皮質醇作怪 你運動多少 都不是真的那麼有用 她打擊不到 你的內臟脂肪 你全個人受 為什麼就圍到那個位 這麼不肯受呢 她有一個原因 她背後就是 賀爾蒙的原因 而為什麼太太 11-19磅 太太是一個幸福太太 那個先生很疼她 很愛她 然後他們家裡有幾隻 很可愛的毛小鞋 所以她的壓力 她經常都說她自己 她今天說了幾次 她說她一生人 都是無憂無慮的 她一生人 都是沒有什麼經歷 大的起跌 所以 她的Kelogenic diet 按她的Impact 就很快 很有效 就很快就見到效果 但是先生揹著這麼大壓力的時候 就相對會難 但是難沒問題的 當你令到你的腎上腺 回復健康的時候 就會腫一身掉下去 你的腰突然之間瘦了很多 突然之間出了腹肌 還有 我跟她說 我預計她過多兩三個禮拜左右 她就會開始 真的開到身體脂肪的鎖匙 開到甲腕 她就會瘦了 而且就不會再累了 現在 我給她的Advice 就是8個小時之內 例如1點至9點 下午1點至9點 吃東西 不斷地吃 我不管你 你不斷地吃 你側到自己 上到這裡 噴出來這麼飽 都沒有問題 總之你集中 在這8個小時內 吃 吃 吃到你夠為止 之後16個小時 你會讓你身體休息 這樣你會將你的Insulin 你的胰島素 可以降低 因為你身體不需要 不斷地刺激 不斷地分泌 降低 然後你身體有時間休息 你做一個Intimate Fasting 你會瘦得很快 亦都是correct 你的荷爾蒙最有效的方法 我呢 為何瘦得不快 我瘦得十多磅 其實不算快 我可以瘦腿的位置 昨天才有人說我手臂也挺肥 其實我是有肌肉的 看不見到 OK 還有我下面也有的 但是要穀了才有 不然也沒有什麼 看不到的 你摸都還是軟的 很醜怪 但是腰就是因為我 剛才說了 我吃了很多的 對於我的腎上腺 因為我腎上腺本身是很弱的 OK 我讀了這些東西 我之後才知道 我腎上腺很弱 我睡不到 我脫頭髮 我的腰很肥 我的腰很肥 我的腰很累 然後整天口渴 喝了水 不斷的便宜 但還是口渴 這些全部都是 腎上腺疲勞的症狀 我瘦齊了 但是沒有人跟我說過 其實是因為我腎上腺有問題 我自己現在讀這個課程 我才知道 所以我吃了很多 叫做Adaptogen Herbs 下一集可以專題說這件事 Adaptogen Herbs 我的腎上腺會健康 我就發覺 咦 我不用整天去柯尿了 還有 我睡一覺可以睡牆很多 因為不用整天起床 還有 我頭髮脫小了 我沒有以前那麼累 現在有很多能力 那就是因為你的Adrenal 才開始健康 但是每個人不同 有些人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是 Astrogen 即是女性賀爾蒙 有些就是 皮質順 有些就是肝的問題 有些人 我另一個問題就是 Phyroid 我甲狀腺之前有事 所以我甲狀腺的賀爾蒙 低 甲狀腺功能低 亦都會影響到我 不是說手得很快便 我那天有一個聽眾過來吃 她是女人 有馬甲腺和人魚腺 即是底褲那條腺 她每天粗很多個小時 還有她是Keto 所以她說她的皮膚好很多 她有線條很漂亮 她的女兒是二十幾歲 這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所以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你要看你是哪一個情況 我下一集我會繼續說 protein 蛋白質 還有我會說腎上腺 腎上腺疲勞 有些什麼症狀 你種了多少飯 你自己拿吧 她寫一個正字 我講一個你會畫一條線 還有怎樣去解決腎上腺疲勞 OK 今天講到這裡 超時了十分鐘 拜拜